把舰载机安全的降落到航母上 的确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 但它毕竟是航母 够大也就够稳 那要是比它小得多的驱逐舰 护卫舰 巡洋舰 在遇到恶劣海况上下周 一起翻滚时 还想要回收自己的舰载直升机 这面临的挑战又得是多大呢 实际上 我们也许高估了它的难度 它们不仅能够降得稳 甚至有些情况下 还几乎不需要你去做什么操作 只要放心 把控制权交给自动驳车 不好意思 错了 自动降落系统就好了 所以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我发现加拿大人特别擅长发明 能够抓东西的玩意儿 国际空间站上的机械币 叫做加拿大币 那是因为它就是加拿大人发明的 而最早想到要在海面上 把飞在空中的舰载直升机 给抓下来的 也是加拿大人 他们发明了这个被俗称为 Beartrap 补俗器的直升机牵引和快速保护装置 是的 后者才是它的正式名称 它能够允许直升机在波涛汹涌的6级海况下 降落在左右最大个30度 前后最大个9度 疯狂翻滚摇晃的小型船只上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这个就相当厉害了 可以说它的出现彻底就改变了海战的格局 所以马上其他的海军就来操作业了 原始的作业是这么写的 首先需要回收的直升机盘旋到甲板上空 将一根带有接头的缆绳缓缓的将到船上 接着位于甲板上的船员会接住这根缆绳 并将它与补俗器上面的拖缆接头结合在一起 这根拖缆穿过张着嘴的补俗器连接到位于甲板下方的脚盘上面 一旦两个接头固定妥当 甲板上的船员就可以撤了 剩下的那都是飞行员与这个控制室里面的着陆指挥官密切配合了 自动移压控制系统会逐渐将拖缆拉紧并保持一定的张力 使直升机与船的运动同步 当飞行员和着陆指挥官都认为 时机一到时则上面的会降低螺旋桨的功率 下面的会增加拖缆的拉力 直升机就这样被拉回到了甲板上 与此同时捕属器的开口关闭将连接头稳稳的咬住 直升机也就被固定到了它的中央了 最后的操作就是夹着直升机的捕属器 通过轨道系统移回到了机库里面 完成了整个回收过程 的确并不是很复杂对不对 所以它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被发明了出来 一直用的都还不错 但是它还是有个问题的 你甲板上必须要留人 在狂风暴雨的情况下这会是非常危险的 也许直升机能够降的稳 但甲板上的船员脚一滑可是站不稳的 不对 如果它们滑倒了就挂不上街头 挂不上街头 直升机也就降不稳了 看到问题了吧 所以这个牵引系统必须得要是无人操作的才靠谱 于是补属器就开始升级 用激光定位而不是人手来同步它与直升机的相对位置 使其始终保持在直升机接头的正下方 一旦直升机触地它就可以马上关闭来夹住它 但这个方案似乎对飞行员的操作技术就要求更高了 毕竟下面的补属器它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由运动的东西吗 你好歹还是要将直升机旋停到一个较为稳定的位置才行 那还有解决方案吗 有的就是它了 上面满是网眼的甲板锁定系统 这么多孔就是为了给飞行员留出一个更大的自由空间 它要求舰载直升机上有一个能够与之配合的鱼叉 当直升机下降与甲板发生接触的一瞬间 鱼叉马上就会咬住并锁死在其中的任何一个孔中 接着液压系统会进一步将机身拉进甲板 此时任你船再怎么晃呢 直升机也是纹丝不动了 这个看起来才是目前的终极解决方案嘛 当然我们的舰载直升机就是这么干的 感谢观看